过去两年,通讯及多媒体部接到45宗涉及羞辱他人身体的投诉,大约一半是侮辱身障者。 政府正在探讨向嘲笑身障群体的人处以100到150天的社区服务。 政府正在探讨向嘲笑身障者。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西蒂在拉认为社区服务是恰当的做法,因为这讲求惩罚、悔改和纠正,不过必须从法律层面制定合理的补救和惩罚措施。 政府在修改2008年身障者法令时会考量社区服务的建议。